新闻那一开始 马上来关心今天国内的疫情 国内今天的病例依然是以5位数在增长 新增了19198宗确诊 而其中令人关注的是 沙拉越州单日确诊是暴增5291宗病例 继续排在疫情榜首 也写下了沙拉越州的新高记录 沙拉越卫生局长解释 当中大多是过去5天的积压病例 因为这阵子当地的检测样本暴增 导致负荷 导致说检验结果延迟了出炉 那我国目前的累计病例是逼近了198万宗 相信未来一两天之内就会突破200万大关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最新的预测就显示 我国病例一旦突破200万之后 预料未来每一天将会平均新增27000宗的病例 那如果情况持续的话 根据我国人口来计算 到了10月底 国内每10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确诊 除了这些数据相当惊人之外 钟南山团队还预测 我国接而下来每个月都会增加100万宗的病例 到了11月中 国内累计的病例预计也将会突破400万大关 另外卫生部在过去的星期四宣布启用新的网站 COVID Now以后 从昨天开始单日新增的死亡人数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每天傍晚十分公布 而是要等到晚上11点59分才会在网站更新 而昨天的死亡数据一出马上就引起了关注 因为单日死亡人数是一共有592人 而这也是国内的新高记录 但是卫生部随后就解释说 昨天的死亡人数是包括了过去的积压病例 实际上呢 昨天的单日死亡人数是100人 卫生部还说 他们是为了确保病例通报的过程可以更加透明 因此正在整理和矫正数据 并且预料未来几天的单日确诊病例 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感谢观看